根據當局突然下發的通知 北京市所有短租平台列出的房源立即全部下架 北京通州區更加組織網信、公安、住建等部門 聯合部署向陶家、愛比營、去哪兒、小豬短租 同程藝龍等9家短租房平台宣讀新政策不合規的房源從8月29日下架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當局的規定北京的民宿想要重新上線 必須提供房屋產權證明、業主身份證明 經營者身份證明、業主同意短租證明、小區、業主或系物業管理委員會出具的證明等6份材料 但一般的短租經營者很難同時提供6份材料 太若有八成的民宿很可能就此關門 有學者指出 中共當局這個舉動將會為民宿行業帶來毀滅性打擊 同時也為民眾生活帶來嚴重不變 但卻可以全面收緊人群活動空間 很多不被政府歡迎的人 好像低收入訪問和維權人士 將會更難在北京落腳